那現在呢,大家把這個OBS都下載好了 我們就安裝一下吧 你把它點一下執行 這個安裝過程是英文的 但是呢,裝起來之後就是中文的 所以我們這邊我剛剛講的,不用那個元件 不需要那個元件 如果你需要那個元件,它在安裝過程就告訴你 你有缺哪個元件這樣子 那目前它現在最新的應該就是我們這個23.1 還是23.2我就忘記了 但是還好 OK,然後呢,你就把它執行一下囉 安裝完你就執行一下 好 有沒有,都中文的 那麼您第一次進來的時候,它會很貼心的告訴你 要不要用自動經理 因為OBS除了我們這種就是錄影以外 還可以做直播 還可以做直播 所以它會問你說要不要幫你設定,看你的需求 那你就跟它講不用啦 反正現在老師在這裡嘛 好,那它還會很不死心再問你 如果改變主意,可以再找 OK,這樣就進來了 那您進來了之後呢 您看一下 它全部都是黑色的畫面 這個其實,反正面板是可以改變的 那它其實不難 您可以發現,我們在左手邊這裡 左手邊這邊,你現在就會看到所謂的場景 那場景就好像叫做攝影門的概念 也就是說呢,你今天 比如說你拿一個教室 我就走到那個教室去 比如說這個是一年一班 這是一年二班 所以你進到不同教室,不同的課程 你就準備好 那每個教室裡面,每個SAMP裡面 它有不同的來源 這個來源就是我們裡面要放什麼東西 你的SAMP裡面要什麼樣的圖檔 像這樣子 那至於呢,最右邊這邊 這個串流就直播 這個就錄影 就這樣而已 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老師有沒有覺得不會太難 真的真的 只有什麼時候最難 沒有想法的時候最難 哈哈哈哈 現在工具都越來越簡單 真的啊 真的真的 這樣,老師 安裝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齁 好 那您可以順便把Active Printer 一起裝起來 好 反正我們要裝的就一起裝一裝 Active Printer呢 安裝過程還是英文 一樣的,你就按OK 好 下一步 下一步 執行 我順便介紹一下Active Printer 這個軟體 Active Printer的話呢 其實它本身是什麼 製作數位教材用的軟體 那這個軟體呢 跟我們一般的其他軟體 比較不一樣在於 我們一般的軟體都 如果你不是付費的 用的是免費的 所謂的試用版 可能會有幾種限制 第一個 用三十天之後不能用 對不對 第二個 它可能是某些功能不能用 也許你某些功能可以用 某些功能不能用 那這一套軟體呢 它用的方法不是這樣 它是 你 沒有使用的期限 所有功能你都可以用 那幹嘛你要付費 欸 差別在哪裡 你如果有用到付費功能 它會有付水力 如果你用的 像我們要用剪接功能 剪接功能 那它就屬於完全免費的 所以 你用免費的部分 完全不會有付水力 就這樣而已 所以你功能它也不會去限制 你說不能用 你都可以用 但是就是 用到付費的會有付水力 那這套軟體呢 它最特別的是 各位呢 我順便介紹一下 我就不用講太多 你看我操作完 應該知道什麼意思 剪接影片 不會用拋棚的方式做嗎 這套軟體你會有學 不會這樣不行啊 這不像拋棚嗎 對不對 嘿 就是這樣而已 那等一下怎麼做 我們後面再跟大家介紹 好 所以麻煩老師 您先把這兩套軟體裝起來 反正都有中文 不會有任何問題 好